格式化1做完之後你可以把它複製格式化2 不過呢如果你還要再重新錄製一次那個黃色的聚集好像有點麻煩 而且要知道這個數字 另外有個方法我教各位就如果以後呢 在點Color 的後面 你可以利用一個函數叫RGB RGB的話就三元色 你可以用RGB代替一下 比如說你把那個 剛剛特別是一樣 自己再加上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 特別主要格式化2 請你就是把格式化1 先加上註解 註解完之後的話 一樣Ctrl C Ctrl V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改一下其他加上 這個 等於 記得你那個還是要小心 不要加錯因為這個很容易做錯這個其實還蠻需要細心的人 然後再來怎麼樣這個要改格式化2 好一點改這個 改這個 再來的話呢 這個顏色的話如果你要黃色 但是你又不要去 什麼要錄製聚集的話有個簡單的方法 一請你先到哪裡呢 先到那個 常用裡面的這油漆桶 找到 其他色彩 2的話呢 找點一下黃色 切到製定這邊就 R G B 那RGB的話就是 255 2550 那我教各位 以後如果你看到那個 錄製聚集完之後有個點Color等於的話 你可以用RGB函數 告訴他說顏色就是255 2550就可以了 做法上面的話 你第一個先知道顏色 其他當然你這邊還有很多其他顏色啦 其他色彩嘛 你只要挑一個顏色 切到製定這邊都會告訴你RGB 那你就把這個RGB顏色填上 那怎麼填喔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就是 1先找到 點Color等於的後面 把這個數字刪掉 2的話呢 RGB 錢瓜糊 他會出現什麼呢 問你說你的 紅色是什麼呢 255 豆點就紅 配綠 也是255 豆點0 後瓜糊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 給他的顏色 是黃色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上面這邊可不可以改成橙色 可以啊 如果你要改的話 還可以把這邊找到橙色這個 但橙色在哪其他色彩 橙色應該這個吧 然後 制定一下 255 1530 所以 一樣的方法 你如果要改成橙色的話 你這邊也是 RGB 錢瓜糊 255 豆點 153 6點 0 後瓜糊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顏色啦 反正什麼點Color後面 換顏色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試一下 做完之後 這樣OK 試一下就知道了 執行一下 沒錯 這邊執行一下 當然這個好處是說如果你要動態調顏色 比如這個顏色你不喜歡 你可以輸入0 這個什麼顏色 R 最多 紅色 OK 沒有執行看看 紅色有沒有 如果你要 改其他顏色的話 像 我記得 紫色 紫色好像 是這樣的 這有點像調色盤有沒有 你就調一個顏色 這樣就變紫色 你可以 動態的去調整 反正這個 這個顏色的話 剛剛是153 如果你要調其他顏色 OK 這有點像一個調色盤在這裡 你自己可以加上去 所以 關鍵就是 這個地方 可以不需要 用他內建的那個 你可以這邊做修改 那待會請各位呢 把那個格式化1格式化2 加上一樣加注解 然後呢 並且把RGB 這個地方做修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繼續來看 後面的部分 那個99層麻油 最後呢 你們交的作業 今天就是99層麻油那個 包含就是那個藍列鎖定 然後還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另外就是 錄製聚齊的部分 所以會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是原來的另外 按鈕有按鈕再 再另外產生一個好了 就兩個工作表